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上帝祝福我们 每一天都可以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利用姐妹感谢主 我们是凭着信心生活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怎样的困境 利用姐妹标句 我们就是起来征战 并且宣告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不会再饥再渴 我们每一天都活着非常的丰盛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提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六到七节 我们先来读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境前上操练自己 有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 对提摩太的劝勉 告诉他说你要将这些事提醒弟兄 弟兄们便是基督的好执事 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提醒 我们需要在真道的话语和我们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教育 就是我们要受教育 我们要被提醒要受教育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培育系统 每一个人都要走过去 那要尽力的完成 在一年两年之内 把他完成门徒学校和谢府大学 一共有四个 三个营会 跟四个 十周 十二周的训练课程 那丢姐妹感谢神 这些课程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被提醒 让我们能够受到教导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在神的国度 国度的里面 那这边接下来第七节 他说要细绝那世俗的言语 还有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 所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在信心啊 在爱心啊 在盼望上 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要接受操练 那这是在敬虔上来操练 那给我们姐妹操练真的很重要 那我看这个师母 这个一年呢 每一个礼拜 他都会去 去 去做健身的运动 那这个一年下来 我就看见 他真的健康很多 他的手臂 这个也看见 有一些的肌肉出来 那这个很细节 我看 这样运动 所以丁姐妹操练是非常重要 操练非常重要 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 一个人健不健康很重要的就是要运动 运动 那丁姐妹 属灵的事 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被操练 我们需要运动 我们需要操练 那丁姐妹 操练一方面 能够叫我们动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就叫我们可以属灵的生命 可以更加的健康 所以丁姐妹 这个属灵的操练 运动很重要就是丁姐妹 服事 我常跟大家讲说 不是神需要我们服事 是因为我们需要服事 那如果不服事 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健康 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强健 我们生命就不会成熟 就不会成熟 只有在透过操练 不管什么叫操练 所以轮到你 这个如果大家 这个礼拜轮到我们小组 要派人出去 这个要主日要做招待 或者是环保 或者是代祷 或者是敬拜 那丁姐妹 只要有机会 只要有机会 你一定要说 好我我我我 如果都没有人做 我我我我 如果有人做了 你说那我就下次我下次 我每一个人都要真正要来 要来侍奉 丁姐妹 服事是极大的恩典 服事我们永生的圣 是极大的恩典 丁姐妹我们可以从天上 领受许多许多的祝福 丁姐妹看见一次生了 两次就熟了 是不是 你说我不知道怎样 做这个接待新人 丁姐妹就去 我们祭老师 这就会带我们 对 我不知道怎样做招待 我们的总招就会来训练你 那这个每一方面 甚至如果你在 你自认你的反应 够快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 帮助我们在重控台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潘体也会训练你 成为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 这个操作 这个音响 我们的音响系统 整个系统是一流的 那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上帝会恩典 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 加入我们的 我们的侍奉的团队 还有带祷啊 你如果很喜欢祷告 那样怎么办呢 就来参加我们 礼拜六跟主日第一堂 我们的带祷的训练 训练的时间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感谢神 这都是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每一个到教会里面 可以得到的 那敬请上的操练 那平常我们 敬请的操练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就是百万分钟的 祷告大君啊 你每一天都要去祷告 又花15分钟 15分钟也可以啊 20分钟也可以 30分钟也可以 一个小时 那最近 我们有40天的禁食祷告 也许你一个礼拜 你就每一天禁食一餐 也许中餐 也许是晚餐 也许你说一个礼拜 有时候不行 那没有关系 那你就每一个礼拜 你进食五个午餐 午餐也五个餐 或者是四个餐 三个餐 都可以 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 就是 我用一个小时 我不吃饭 用吃饭的时间 来好好的祷告 弟兄姐妹 这处是怎么样 不断的进 在操练我们自己 让人自己 赌金马拉松 也是很好的 很好的操练 所以亲爱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 他说在尽闲的事上 要操练自己 要弃绝那世俗 弟兄姐妹 你在蜀联的事上 不断的被操练 这世俗的事 在你生命里面 就越来越 越来越不影响你 越来越不影响你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恩戴你们 我们一定要在真道的话语上 在真道的奥秘上 我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领受 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要提醒你 我们的幸福小组 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操练什么 操练传归 操练跟别人一起来传归 操练跟别人一起 同心合一来传归 弟兄姐妹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操练 弟兄姐妹 进入这个操练 需要不代价 但是这些代价 都是极其有效果的 这个完了以后 接下去我们的营会 我们的培育班 弟兄姐妹 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紧紧的跟随 紧紧的跟随 每一天早上 来打开圣经 来听 来跟我一起 来领受清晨甘露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每一天十分钟 你的人生 你的每一天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 我们为我们能够一起在你面前 常常可以在一起 有教会 就可以有尽情的操练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不管做什么 我们就是操练我们的自己 使我们的生命 属人的生命 越来越成熟 谢谢主 祝福弟兄姐妹 主啊 可以活在你的面前 保守我们 救我们 脱离一些的凶弱 我们的事丹 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